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各位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做數位藝術的心路歷程 所謂的數位藝術或是在國外通常稱為科技藝術 其實就是用一些本來可能不是用在藝術上面的一些素材 譬如說像是電腦 電子電路等等這些地方 而其實我本來並不是在做藝術方面的 雖然我母親她是一位藝術家 但是在我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很奇怪的就是我那時候說那我能不能讀藝術 她說不行 她說那設計呢也不行 建築通通都不行 這是因為那時候其實藝術還有建築 或是在設計這邊 大概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實並不是在為台灣的這些人 覺得說這是一個好的行業 所以那時候我就讀了機械 所以我本來所專長的並不是藝術 而是說像是城市設計或是機械的這些設計 但那時候去了美國以後 我有一個我自己覺得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跟一位當時一直到現在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跟一個新媒體藝術家Lori Anderson 合作 那我大概很快給各位看看一些 我大概那時候曾經跟她合作的一些項目 像這個是那時候她的第一個互動的光碟 叫Puppet Motel 那有英文和法文的版本 或是那時候她也邀請到愛知博覽會 做了一個數位殘圓裡面的幾個互動的作品 那我那時候是跟她合作是幫她製作 像是動態影像還有圖案設計的部分 對我而言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啟發 就是說她其實是把這些概念技術還有內涵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結合 以這個作品為例 這是她的一個聲音裝置的作品 那各位看到她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桌子 但是她在桌子裡面下面裝了重低音的喇叭 那這個喇叭播的是她講的一些故事 所以參訪者她今天到了這個桌子前面 他們很自然就把這個手肘就是靠在這個桌子上面 然後把耳朵捂在她的耳朵上面 然後聲音就透過她的手肘 然後傳到她的手掌去聆聽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對我而言的時候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美的一個創作 如果各位有些人是在從事 新媒體藝術的創作的話 就是大家都了解說 既然新媒體藝術都在講 誰用的技術更先進 或者說誰寫的程式更複雜 但是她這個作品其實裡面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技術 但是裡面的概念卻是非常優美的 就是在講說 以人的血肉去傳遞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從她這個一個機械的裝置 到你自己的身體裡面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而言 那時候在我心中埋下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種子 但是有些時候你獲得了啟發 你不一定立刻會對你的生命的方向去做改變 而是她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跟她合作完了以後 我其實被那時候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 所以我就跑去Segar 然後後來是Sony 在做遊戲的研發這樣 那在這邊的話呢 都是一些那時候曾經做的一些遊戲的創作 我大概花了七年的時間 在做這個遊戲的創作 那其中其實大概有一半大半的時間 我是在其實是在玩遊戲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 玩了那麼久 然後有一天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我突然驚醒過來 那這件事情就是 在1999年的4月20號 各位可以看到 我想如果說各位 那時候有注意上一些新聞的話 應該會還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這是一個監視攝影機的一個畫面 在美國有一個高中叫Columbi 那時候呢 有兩位年輕的學生 高中生 他們可能是跟學校的同學 還有一些老師 可能有一些摩擦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呢 同時他們又玩了大量的這些 所謂的第一人稱的電動遊戲 像是Quick或是CS這些遊戲 所以他們就偷用了他們的父母的這個 Credit Card 然後買了大量 就是從網路上面訂購了大量的軍火 在4月20號的這天的 他們帶了這些武器 然後到學校裡面開放設計 總共殺了十幾個他們的同學 還有一位老師 那這件事情其實讓我想了非常非常久 同時呢 我其實在那時候在遊戲的時候 這個行業裡面其實我遭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像其中一個叫做靈肉分離的現象 什麼叫做靈肉分離呢 就是說 如果各位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有沒有 就是說是這種所謂的非常heavy duty 玩電動玩具 玩得非常兇的人 那當你在玩電動遊戲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睛和耳朵 你的感官所感受到的是那個世界裡面 變動得非常快速這樣子 所以你的腦中在解讀這些資訊的時候 其實它認為你是處於危險狀態 所以你的腦子就開始大量的分泌 像是腎上腺皮質素等等這些 幫助你去 怎麼講 逃離這些難關的這樣子的一個素質 但是其實你的身體是怎樣 你的身體幾乎像是植物人 在處在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 完全是沒有去動的這樣 所以當你打了大概五六個小時的電動玩具的時候 你的腦子會非常非常的亢奮 但是你的身體呢 卻又是非常非常的像是那種沒有動作 那這就是所謂靈肉分離的現象 那另外一個讓我想了非常久就是 那時候有另外一個科學家他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他想要了解說 人在打電動遊戲跟在讀書裡面 誰的腦波其實運動得比較活潑 所以他就分成了兩組學生 然後去測量他們的腦波 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了 就是其實腦波比較活躍的是讀書的人 那這個對大家來說其實是一個很難想像的事情 為什麼讀書反而你的腦波會比較活潑呢 那這其實是因為 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今天如果你在讀三國演藝好了 當你看到劉備的時候 所謂劉備手長過息這件事情 那你必須要在腦中裡面去想像 手長過息的人到底是長得什麼樣子 你才可以繼續地跟隨著這個故事下去 所以今天你在閱讀書文字的時候 其實你要不斷地把這些抽象的文字 轉換成為具象的影像 在你的腦中你才可以繼續地跟隨這個故事下去 所以這就是當你讀書的時候 你的腦子事實上是不斷地在想像 但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就是遊戲的畫面是那麼地真實 所以你其實只是在做一些幾乎是生物性的反應 那另外幾件事情影響我 就是說脫離這個行業 就是說其實玩樂與殺人的技術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美國的軍方他們是用改裝過的Xbox把守 去控制他們的無人的這種偵察車 或是說各位可能也聽過說 那時候美國在PS2銷售的時候 他們曾經把PS2下了那個禁銷令給像是一些有敵意的國家 比較像伊朗或伊拉克 這是因為PS2裡面的晶片 它的這種所謂的這種Graphic Processing 圖像處理的這種晶片 它其實可以用在巡弋飛彈裡面去做這種地形導航的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裝置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殺人的技術跟娛樂人的技術 幾乎是只有一線之隔 在了解了這些事情以後 那時候我在2001年 那時候我就決定說放棄這些所有在電玩上面的這些Career 然後回到台灣來 然後開始去做一個自己的藝術的創作 所以這邊大概給各位看一些 就是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還是用一些之前在做這些藝術的這些 或是說在做電玩的這些技術 但是我把它完全是變成是一個 藝術上面的一個創作的工具 那首先給各位介紹 這個是一個數位版畫的形式 那這個 像各位看到的現在這個一個景象 其實我想是在如果是住在台灣的人 會覺得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它其實是一個在鐵皮屋的屋頂上面 因為台灣很多颱風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這些居民就是因地置疑的所謂的智慧 他們就把這些隨處可取得的這個輪胎 把它壓在鐵皮屋的屋頂上面 避免這個鐵皮屋的屋頂會被吹跑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真正去思考這件事情 會覺得這件事情充滿了禪意 就是說輪胎它本來是一個讓東西 讓車子移動的一個裝置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上面 它反而是讓屋頂停止 靜止下來的一個裝置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充滿了一種 就是台灣本土的一種禪意和神奇的 這樣的一個思考 或是說像是這件作品 它也是用一個就是台灣本土的這些元素 然後把它做成是一個超現實的一個場景 那其實這些作品呢 我最近也發現了一個 我覺得一個新的一個平台 就是現在剛出來的iPad這樣子 那所以像剛剛看到這裡面 它是一個活的一個城市 就是你今天事實上可以去 不斷地看到這個城市的裡面 那其實像這上面呢 可能有些鳥啦等等 當你碰到的時候它就會飛走等等 那我想做的其實就是說 是當初在電玩裡面 我最喜歡做的就是 在做一個世界的營造 那這些都是一個想像的世界 但是在今天我們可以把它說在一個 像是一個數位相框這麼小的東西 而這個世界我覺得它就可以存在這裡面 那像剛剛這些都是一些平面的作品 那對我而言平面的作品呢 但是在那時候在電腦裡面創作的時候 它其實都是一個立體的空間 對我而言有些時候我覺得 我並不是在做一個藝術創造者 而是我覺得它好像是已經早就存在於 我自己的夢境之中的這樣的一個世界 而對我而言 我今天只是像是一個攝影師 再去拍一張照 然後再呈現出來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子可以把一些立體的東西 就是從我自己的想像裡面把它拉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想到了一個方式 就是用片層的方式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立體的呈現 那這是我那時候在做這個人間機關樹這一系列 它都是用透明片的一片片的片層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像是一個浮在空中的一個超現實的一個雕塑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深刻的一個記憶 就是我其實我在年輕的非常小的時候 我曾經右眼受了很重的傷 所以在初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個機會就是做角膜移植這樣子 所以我的右眼其實是從斯里蘭卡那邊的一個人 他的角膜把它移植過來這樣 那雖然是因為一些醫學上的保密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知道這個人他到底是誰 但是我那時候一直有一個想像就是說 一個含著那個人的一些記憶的一個眼角膜 或是他的器官被這個飛機載運著 然後去穿過印度洋 然後把這樣子的一個器官移植到我的身體裡面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那時候在做這一系列 就人間機關樹的一個靈感的源頭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現在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也是有他的一個非常深刻的一個意義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是借用別人的視覺聽覺去看這個世界 這樣所以在這些作品裡面 他大概都是用一些機械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描述說其實我們的感官裡面充滿了這些 現代的這些科技等等這些樣的一個元素 那或者說後來我也把這件作品轉換成為大型的雕塑 這是在現在的這個迴龍 也就是《樂生廖永遠》的舊址 那這件作品呢它是一個巨大的一個雕塑 那裡面就是在講說《樂生廖永遠》其實我們那邊發生很多事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傾聽那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做了兩隻非常巨大的耳朵 那同時的話呢我們也在這邊去訪問了15個當地的居民 去詢問他們他們對這個當地的聲音的一個記憶還有想像 所以在這個地方它的地上都有這個QR Code 二維條碼 你可以用手機去照這個地上的這些QR Code 然後去把這些錄像藝術把它看到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呢我大概想跟各位介紹 就是現在在做的這個作品就是《花博》 那這等於說是一個整個場館 它都是一個巨大的一個裝置藝術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就看一下現在的這個作品 那它整個大廳是變成像是一個巨大的花朵 所以是人就像是一個昆蟲在裡面這樣子逐漸走進去 然後它隨著你的走路的腳步就好像你看到一個互動的影像 你會轉換成為一隻昆蟲這樣子 那隨著你的走進去呢 你大概就是會開始有這些花粉等等沾染到你的身上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這個黑珠 你會看到就是說你撫摸到這個黑珠去象徵說 你今天把你的身上的花粉就傳到這個黑珠中 讓它完成這個受精的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好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 我們其實用了非常多工研院他們最新的技術 像他們有一個技術叫UWB 就是所謂Ultra Wide Band這樣子的一個 遠距的一個可以測量你的心跳跟呼吸的一個裝置 所以在這個三廳裡面呢 他們就是這是由青鳥團隊他們所做的 就是他們可以用這個UWB去測量 這觀眾的呼吸的心跳 然後跟這個影像去產生一些互動 那到最後呢我們就是在四廳裡面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為台北市獻花的這樣子一個活動 所以當你穿過這些廳的時候其實你會戴一個手環 而它會記錄你所有在這個廳裡面停留的時間 還有在對哪一個展品特別有興趣 而到時候你就會產生出一個 根據這些參數產生一個對你來說是一個獨特的花朵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一個很快的介紹 那我們講時間也剛好 那就大概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